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非常浓厚的国家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 也有人会想到 印度的电影还不错 其国内的宝莱物有不少电影 都非常好看 当然 居民朋友们可能会想到 印度军工业发展落后 武器装备大多从别国购买而来 是名副其实的万国造 的确 印度在某些方面的科技发展不错 制造业不错 但独独在武器制造上却屡屡受挫 经常闹出不少笑话 今天 我们要说的不是印度的武器 而是齐王台特种部队 也就是黑猫特种部队 黑猫特种部队 是印度组建的一支反恐部队 也是印度国家安全卫队的别称 这支特种部队成立于1985年 人数在7500人左右 黑猫特种部队的职权范围广 主要有人质营救 反截机以及遥远保卫 据悉 这支部队中的人 都是经过层层筛选 而且装备的都是世界顶尖武器 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挑选适合自己的部分装备 为了建设好这支特种部队 印度其身上投入了不少心血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都有恐怖组织活跃 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 因此一个国家反恐力量非常重要 黑猫特种部队作为印度的王牌军队 主要担负印度的反恐行动 遗憾的是 这样一支装备精良 被寄予厚望的特种部队 却在行动中让人大跌眼镜 留下了不少尴尬的事情 曾经 印度境内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一共有十名恐怖分子 参与了这次袭击行动 收到消息后 印度立刻派出黑猫特种部队前往事发地 解决这次事件 不说不说 这十名恐怖分子是相当耐打 和黑猫特种部队整整交战了两天的时间 在这两天时间中 有两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当然 黑猫特种部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有二十人伤亡 这件事情发生后 被媒体给无情报道出来 让黑猫特种部队很是尴尬 不过 印度官方也给出了解是 那就是在执行任务前 有人将黑猫作战计划完全泄露给恐怖分子 黑猫特种部队遭到暗算才会这样 看到这里 大家觉得黑猫特种部队怎样 事情究竟如何 黑猫特种部队遭到暗算才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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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